昨天上午上海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公布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11月22号零点到24点上海新增两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而这两例病例的轨迹也一并公布了 截至11月23号80以对相关的场所的食品物品环境等进行采样 并采集了378件样本完成了核酸检测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是的与此同时11月9号上海通报了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王某某 11月10号安徽影上线确诊了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是王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两例病例都曾在10月30号共同进入 并清理过一个来自于北美地区返户的航空集装器 这个集装器它是密闭的容器 里面是装有大量的避震用的泡沫 包括内部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 所以清理的时候这两个人他也都没有佩戴口罩 经过基因测序这两例病例的基因是高度同源 与北美流行的毒株高度相似 这个提示了感染来源就是属于境外输入的 而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 国家和上海市权威专家综合分析研判认为说 导致这两例病例的感染来源 可能就是境外输入的航空集装器 10月1号0至24时 至22号的24时 上海已经报告了新冠肺炎本地确诊病例6例 6例确诊病例或在浦东机场工作或是浦东机场工作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还有10月22号晚浦东机场对17719名相关人员开展了核酸检测 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是的这个病例呢张某男36岁 他是位于浦东机场西区货运站的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 23号下午的时候经过上海市浦东新区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经上海市级专家会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 张某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经过对张某14天之内活动轨迹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曾去过筑桥镇航城7路450栋小区 还有浩高堡大食堂机场店 还有施镇路红烧牛肉面的羊肉汤店 还有全家便利店施心路店等等场所 那上述相关场所呢已均落实中末消毒 目前已经初步排查到了这起病例 它的密切接触者有17人正在落实集中隔离和采养检测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 上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研究决定 将该病例居住地区浦东新区驻桥镇 航城7路450栋小区 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的区域的风险等级不变 那中风险地区相关人员原则上不离户 却需离户的需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 对最近这几天还在多地 因为冷链环节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本地确诊病例之后 冷链食品的疫情防控也成为了我们很关注的焦点 是啊大连市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 加强了冷链食品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冷电的运输生产和流通等环节 进行了全方位的防护 在辽宇集团冷藏分公司厂区内 一辆消杀作业车正在对厂区进行常规消杀工作 几名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也在冷库入口进行细致的消杀 按规定这样的消杀工作全天至少进行四次 自722疫情发生以来 大连市对其公司库存的9万余吨货物 及冷库周边的环境做了全面的核酸检测 并聘请了第三方专业机构 定期对其入库的货品进行预防性的检测和消杀 在大连锐池食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 一批冷冻的海产品正经过紫外线臭氧消毒仪出库装车 这是近期大连市干井子区市场监管局 在全区冷链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试点推广的臭氧消毒法 出库货品必须经过这一消杀通道 避免了含氯消毒剂的残留问题 实现消毒无死角 与此同时 干井子区还建设了云平台可视化监管系统 本月内将在部分企业上线运行 如果出现企业员工不戴口罩进入车间 或外来人员进入企业等违规行为 监管系统就会自动报警至企业和市场监管部门 那么在我们全公司里 大概有300个视频采集点 我们通过一些数据采集点 可以严格监管整个生产过程 因为我们还会把这些管理的过程 上传我们的云端进行实现可追溯体系 下一步大连市各地区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对辖区内的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排查 做到无盲区无死角全覆盖 本台报道 领导